昨期相公所和小米产销班结合推动布农族传统农耕碎石记系列活动 从上个月小米播种记之后呢 随着小米生长周期 今天则举办了除草风除记 部落族人带领各级学校学生一起来参与除草的农牧 了解小米旋态和布农族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连结 也用传统记忆向上天祈求小米农作可以有好的丰收 小米产销班谨守小米传统农耕的文化禁忌 弯下腰安静的为小米除草书法 发现天间最古老的小米猪苗石就插上细枝条 呵护小米就像照顾老人家一样的给他拐杖避免跌倒折腰 祈求小米都能健康长大 好像是当老大的那个拿母老的人 所以我们要庆祝他为什么 像我们给他拐杖为什么他以后被那个小米下来 他说把滑倒会跌倒 那个小米不能一起上公路 我们被那个小米不能掉下来 除草书法之后也代表着小米田间农事告一段落 就等小米结果丰收 此时布农族人也进行封除祭 祈求农用工具持久不坏显见布农族人爱物习物的精神 推广布农族传统碎石祭仪 除此相公所与小米产销般结合 从上个月的小米播种祭之后 依循小米的生长周期今天进行除草丰除祭 附赠小米农产业也借此传承布农族文化深获各界好评 今天最主要就是在除草记的这个部分 那就是让小朋友或者是来到这里 参加多数的大朋友们 来去透过合场中事务组长的代理 就是一个除草的女士 来去认识小米的生长的女士 我们在议会里面 因为我刚好是民政小组 在研民处的所有的事务 所有的经费都会经过我这里 所以我们乡长所要的 我相信乡长都知道 我会很用力很努力的争取经费 这个是一定要的 周期相公所产观所除了规划 传统小米除草丰除祭仪之外 现场进行传统倒马籍老家 拉古拉古西山林展览 回家科西班南影展等等多元展示 让前来参与的大小朋友 深刻体验管教中心的多元化 小米不仅是早期布农组的主食 传统碎食记忆也与小米生长周期密切结合 因此族日相公所 特别在野竹感部落环境教育中心 规划种植一亩小米田 随着小米的成长展开布农族 传统碎食记忆附赠传统文化 也借着文化体验 推展行销在地部落的农产观光 记者十一欲栏 卓西采访报道